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1月25日 我是王秉庆牧师 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 是在新约路加福音第七章 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 神的话这样说 过了不多时 耶稣往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因 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 将进城门 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 这人是他母亲 独生的儿子 他母亲又是寡妇 有城里的许多人 同着寡妇送病 主看见那寡妇 就怜悯他对他说 不要哭 于是近前按着杠 台的人就站住了 耶稣说 少年人 我吩咐你起来 那死人就坐起来 并且说话 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 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于神说 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 兴起来了 又说 神眷顾了他的百姓 他这世的风声 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 这是神的话 阿们 我们看到耶稣 刚刚在加百农 植好了一个爱犹太人的外邦人 百呼掌 所宝贵的仆人 那么接着 耶稣马上又风尘扑扑 往西南走了三十英里路 到达了在 摩利三角下的一个小城 叫拿因 要知道 加百农 是在加利利的海边 那么当地呢 是低于海平面六百英尺 而位于山路的拿因 则是高于海平面 大概七百英尺 所以耶稣这一趟路过去 是比较费力的上坡路 不但走起来不轻松 一般来讲 至少要花上十个小时 也就是 从早上一直走 要到晚上才能够到 或者呢 可能中间要隔夜 要隔天才能到达 这也是为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说 有古卷说 耶稣是次日 才到达拿因的 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啊 离耶稣的故乡 拿撒勒也不远 大概只有五英里的距离 不过拿因 是个小地方 人口不多 而且是一个经济条件 比较差的地方 耶稣和他的门徒 还有一大群 跟随耶稣的人 他们从加买农 他们直接到了拿因 他们显然是刻意去的 那果然当这一大群人 风尘仆仆到达拿因的时候 时间刚刚好 遇到了这小地方 出大事情 一个寡妇的独生子死了 城里有一大群的人 要出城送病 或许这个寡妇在当地 是一个人人称道的人 才会说有一个寡妇死了 独子 竟然有一大群的人 给送病呢 不过 你想象一下 这是一幅多么有趣的画风 拿因这个小城 应该很少一下子 从外面来这么一大群的访客 当这一大群的人 他们大多数还不明白 为什么耶稣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好不容易到达了 却遇上了村子里面办伤事 那么这个死掉的人 对于犹太人来讲 这是不洁净的 那么相信这两群人相遇的时候 彼此都有一些意外 拿因人就有一点意外说 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外人 他们是来做什么的 而跟着耶稣的这一大群人 好不容易走了两天的路 到达了拿因 以为会有什么大事 却原来是伤事 那么不过这一切 我相信都是在耶稣的计划当中 因为这两群人不早不晚 正好就在城门口相遇了 这应该是 村子里面最开阔的地方 还记得嘛 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谈事情 他们就要在城门口谈 因为这是有公信力 有公信力 所以在城门口谈 那么在当时一个死了独子 的寡妇可以说是人生走到了最悲催的境地 当时女人是一切都得依附男人 没有了丈夫 没有了成年独生子的这个寡妇 记得路德的婆婆吗 拿尔米 那么那可以说是改嫁无望 无依无靠 一般来讲就只能够靠乞讨 或者是靠人家施舍过日子 路德不是也是曾经去捡过 破阿斯家里面收获时候 遗留在地上那些零碎的麦穗吗 这个寡妇显然不认识耶稣 否则她可能就要像马大 死了拉撒路一样 一见到耶稣就向她哭诉了 但是耶稣知道她 相信谁都能看出来 谁是商家对不对 因为谁哭得最大声最胚痛 就是商家 那么虽然寡妇不知道耶稣是谁 当然更没有求耶稣 但是耶稣看见这一幕人间的悲剧 耶稣动了怜悯之心 她告诉寡妇说 不要哭 耶稣是主动安慰关心她 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怜悯的神 除外及记三四章六节就说 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宣告 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这世界有苦难 神并没有应许祂的百姓 祂的孩子不会遇到苦难 但是让我们记得 我们这位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的神 是一位满有怜悯的神 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 祂不但在我们的身边 祂更是那位主动安慰我们的神 一直如此 格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四节这样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怜悯的父 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祂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 当我们遇着患难 让我们投身向耶稣 寻求祂的安慰与力量 那满有怜悯安慰的主 必要体恤我们的难处 安慰我们的痛苦 耶稣接下来所做的事情 那就更令人惊叹了 耶稣近前按着杠 抬救的人就站住了 首先耶稣这样做 是会让他不洁净的 但是人还是比洁净不洁净 更重要不是吗 然后耶稣就吩咐那个死掉的人 说少年人 我吩咐你起来 结果那个少年人 不但坐起来还讲话 这表明他是真的活过来了 耶稣将复活的少年人 交还给他的母亲 这个复活的少年人 对于这位寡妇母亲 真的可以说是失而复得 而这位母亲 也可以说是在无可指望中 因着神又有了盼望 耶稣那时候的人 一直在盼望米赛亚降临 当时人根据先知 以利亚的预言 有一个普遍的信念 那就是米赛亚有五个特征 当米赛亚来的时候 米赛亚会使瞎眼的得看见 瘸腿的行走 大麻风的得洁净 死人复活 有福音传给贫穷的人 而耶稣在这一大群人的眼前 在城门口是死人复活 正是在显明 他就是那位以色列人 所殷切盼望的米赛亚 先知以利亚曾经使 撒勒法的寡妇的儿子复活 先知以利沙 他曾使书念的妇人的儿子复活 但是他们没有传福音 唯有耶稣 他满足了米赛亚所有的特征 难怪后来施洗约翰猜人去问耶稣 他是不是米赛亚的时候 耶稣正是这样子回答他 他满足了米赛亚所有的特征 他就是那一位历代所盼望的 是的 耶稣就是基督 耶稣就是米赛亚 复活在于他 生命在于他 凡信他的 必永远不死 我们既有这一位赐生命的神 复活的主 又是主动帮助人的神 让我们凡事依靠他 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们的主 我们在天上的父 主啊 你是我们的帮助 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你赐给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凡事 可以稳行在高处 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 让我们时时寻求你 事事依靠你 主啊 你满有怜悯与恩典 你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求主挪去我们的伤痛 让我们知道 你与我们同在 你不曾远离我们 你的杖 你的杆 都安慰我们 主啊 赐给我们新鲜的力量 使我们得以勇敢向前行 将活泼的盼望赐给我们 使我们知道 我们的盼望在于你 你总不撇下我们 因为我们是你宝贵的孩子 我们将今天仰望在你的手里 带领我们走合你心意的道路 是我们活在你的恩典之中 这样子祷告不配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愿神祝福你 有一个蒙福得胜的一天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